保佑 不要臉這麼臭嘛 來 剪刀 石頭 不 好 你獲勝了齁 不是每一個人 就一開始就會當老師了 就像不是每一個媽媽 一開始就會當媽媽 那是一一邊走 你一邊摸索到 屬於自己的一個模式 去對待孩子 以前在當老師的時候 都會有進度上的壓力 那品格的東西 我們當然就是有時間 我們就去做 以前可能你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孩子人際關係不好 那你可能就是 你只是一昧的一直指著他 你以前可能就孩子 發生一些問題就無限的放大 你可能就很生氣 你可能對孩子就會沒有那個耐心 我就會參加教練會 你自己因為你自己改變了 所以你會對孩子的要求 你會自然會用到 比較心平氣的去跟孩子 談很多的事情 那個態度的改變其實是 我們自己打從心裡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來幫助這個孩子 水灿之後我們會知道說 其實人跟人之間各有他的姻緣 那這個孩子他的能力就在這裡 我們能夠去幫助他的 就走到他自己想要的那個點 那我自己就會比較能夠 比較能夠去輕鬆看待 孩子的一些行為問題 就像上人有一句近視於說 心地如一母田嘛 那老師就像一個農夫一樣 要在這個農夫 在田上要耕耳 孩子在我們手上 在我們的班上 大概就是兩年的時間 這兩年我們想要帶孩子 去到哪個地方 我們自己要心裡 要很有一個目標 最大的成就感 應該是看到孩子的改變 跟得到家長的肯定吧